龚德林战犯管理所相信大家都很了解 建国初期的时候 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曾被关押于此 其中最具有代表的有杜玉明 宋西连 廖耀湘等人 这些人都非常忠心于蒋介石 在龚德林也算是刺儿头 经常制造麻烦 就连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的时候 这些人都不看好当时的新中国 志愿军入朝初期甚至一副看好戏的姿态 然而等到长津湖战役消息传来的时候 这些人却纷纷泪目 转变了自身的观点 甚至请求去前线参战 毛主席后来也称赞到 这些曾经的国民党将领与人民有功 这是为什么呢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候 这些战犯为什么不看好当时的新中国 原因主要有两点 与这些战犯自身见识有关 一方面我们上面说到 这些战犯基本都是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都上过军校 大部分更是出自于著名的黄埔军校 杜玉明和黄伟等人更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 觉得解放军是你腿子出身 瞧不上 认为他们会输给解放军完全就是当时百姓对解放军的支持 觉得是输在民心上面 军事上面没有输 事实上当时的解放军将领大部分都是出生贫苦 少年时期的确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但要说到军事教育 我军并非那些国民党说的那样 自1927年 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办了我党第一所军校后 我军的军事教育可以说是得到了极大提升 当时军校的领导可都是后来的大将 军事教员是毕业于黄埔军校 西北军校等国内的军校 董毕武 徐特利和狄秋白也在其中当政治教员 就连主席和周总理也时常去学校授课 所以说我军的军事教育可以说是非常好的 这是我军能在战争时期一直胜利的原因 国民党是军事实力与民心皆败给了我军 另一方面 这些国民党将领当初都或多或少的和美国军队打过交道 美军的精良武器也用过 知道这些装备的精良 也了解这些武器的威力 志愿军响赢很难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 这些战犯纷纷抱着看好戏的心思 每天都要通过报纸和广播了解战事的进度 每个看守所里都有那么几个顽固分子 龚德林也不例外 里面有几位顽固分子一直拒绝写悔过书 其实也没有悔过书这个说法 国党要的都是写交代材料 但是文强就显得很是抗拒 在得知我国参加了朝鲜战争后 一直迫不及待的想要了解他想要看到的消息 有一次在龚德林的工作人员要求下 这些战犯都要写一篇 自己关于这场战争结果的预测 文强直接在纸上写 美军是不可战胜的 文强一直都觉得美军会赢 不只是文强 还有几个顽固分子也像文强一样 本来有的在早先都准备老实地接受改造 结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 又变成刺头了 为什么这些战犯如此刺头 毛主席还夸赞到与人民有功呢 其实除了这些刺头外还有许多战犯表现得非常好 他们牢记着自己身上留有中国 这些刺头发来的 话给大家认看 稳依和青山 有何学生的 感谢 会 劲 打 船 写 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接将麦克阿瑟想要在圣诞节前回家的想法破灭 狠狠打了他的脸 当时的功德龄战犯听到消息后也不敢相信 如果说这场战役只是让战犯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随后的战役则是令他们目瞪口呆 第一次战役成功后 我志愿军乘胜追击 紧急从国内调来了第九军团 当时朝鲜地区已经满是大雪 十分严寒 长津湖地区更是在朝鲜北部最苦寒的地区 夜间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零下40摄氏度 朝鲜分为东线和西线两处战场 长津湖就属于东线战场 而第九军团来自于南方 由于紧急调动 他们身着南方的单调棉符便赶往了战场 有的甚至连棉符的标准都达不到 因为美军空军的空中优势 第九军团向来是昼服夜出 白天不能行动 只有晚上在夜色的掩盖下才能行军 第一个晚上就有几百名的志愿军被寒冷的天气冻伤 但是每个班只有两床棉被 休息的时候志愿军将棉被铺在地上 大家都挤在一起为了让身体不被冻僵 在进入朝鲜后 志愿军的运输车队就遭到了美军的飞机轰炸 一些物资全被炸毁 没有车 一些装备和资重也无法前行 志愿军只能随时携带轻便武器 战斗打赏前 大部分部队已经三到五天没有吃饭了 一些人甚至每天只有一个冻土洞 志愿军可以说是装备落后 物资稀扫 与之相比的美军则是豪华阵容 当时我军正面的敌人是美军的美军陆战第一师 是美军中实力最强的部队 号称王牌中的王牌 美军部队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新建一天内便可往返 张员可以立马撤退 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更装备有坦克等重型武器 空中火力支援更是要多少有多少 但又正是因为美军部队享受的资源如此之好 养成美军的少爷性格 美军认为没有人能在这种鬼天气下长时间行军 但是我军就是凭借着毅力 在短短18天内便率先在美军陆战第一师之前 就抵达了长津湖一带 并进行了埋伏 1950年11月27日 我军发起突袭 直接将美军打得措手不及 经过一夜的战斗 将纵向成队的美军陆战第一师分割成了四段 美军在伤亡巨大的情况下开始向南撤退 这场战斗 我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我们所熟悉的战斗英雄杨根斯 就是在这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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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